第351集 系统 咱们打个商量 异世界的古灵秘境中 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喧嚣 无数修士涌入其中 每时每刻都有修士死去 有妖兽死去 但总的来说 还是有众多修士死伤惨重 被妖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本以为啊 这些妖兽只不过是古灵秘境中的土著而已 又没有多少搏杀的经验 但没有想到 现实却是狠狠地打了他们一个大耳瓜子 这些妖兽简直强得不像话 普通的第三进修士 扛不住同级妖兽十来招就会被击伤 这些妖兽不像众人想象之中的那般没有搏杀的经验 这些妖兽生活的一片古灵秘境之中太长的时间了 而古灵秘境面积虽然很大 但是终究还是有所限制的 但为什么百万年来其中的妖兽数量始终没有太多变化呢 就是因为弱者已经被沦为食物了 而强者越来越强 一代代的战斗天赋被这些妖兽传承下来 敢于轻视这些妖兽的人都成为死人 这些百万年来不断进化 试着生存下来的妖兽完全化作了战斗的机器一般 对于第三进力量的挖掘达到了自身意义上的极限 此时众人才想起 以往进入古灵秘境之中 侥幸活下来的散修不但没有夸大 反而是远远低估了古灵秘境之中的威胁 众人死去之前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以往活着从古灵秘境中出来的人 都不愿意谈起这段经历了 无数的舞者在丛林之中与人斗 与妖兽斗 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 众人纷纷地正视起这些妖兽来 这些妖兽的躯体强大的不像化 距离太近了之后 修士就会伤亡惨重 大量的修士开始抱团 一张张的俘虏像不要钱一般地打了出去 为的就是不让众多妖兽接近 而后一部分呢 则是祭出了各种法器 隔着很远的距离 就朝着众多妖兽击杀而去了 人一多 什么样的法器都有 事宜配合起来 绞杀妖兽的速度很快 一张鱼网一般的法器 笼罩住了一头凶猛的猪妖 另外的人则是动用冰封法术 延缓妖兽的速度 最后则是由持有强大杀伤力法器的 将其破开他们坚硬的灵甲进行击杀 但妖兽一方也不是吃素的 一些无敌妖兽往往能够造成恐怖的破坏力 以无敌妖兽为主 各种霸主妖兽紧随其后 瞬间就能把修士们的防御冲出一道缺口 而这时 源源不断地从缺口进入的霸主级妖兽 则是开始猎杀 亮出了猙獰的爪牙 一对上万名的修士围绕着数百头的云豹开始了绞杀 这些修士身穿黑甲 脸上一片冰冷 如同活死人一般 进退之间都是一个整体 万人成阵 这些人最少也是第三境巅峰 还有不少人才第三境低级 但是配合在一起产生的力量 却足以让这一群修士 从容不迫地击杀 这数百头三级无敌妖兽云豹 云豹的内丹 是炼制一种 助击丹药的主要原料 能让修士带 第三境完美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 这种丹药珍贵无比 不是天骄榜山的弟子 根本没有资格服用 原因就在于 云豹这种妖兽 在外界已经灭绝了 苍蓝界所拥有的丹药 都是从天原星 花费大价钱买来的 也只有这种珍惜的妖兽 才能让这些 带着任务的宗门道兵 稍稍地停留一些时间 击杀这些云豹 一道人影 站在远处的高山上 看着这一些人 在击杀云豹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十大宗门 自诩为名门正派 但我天师宗一向尊规蹈矩 所得的尸体 不是花费大价钱买回来的 要不就是宗门弟子 击杀妖兽炼者而成 但是为了谋去我 天师宗手中的秘点 居然虚构出了一个 子虚无有的罪名 灭了我天师宗的道统 天魔子 一身力气 宁如实质 形成了一丝一缕的 灰色烟雾 飘荡在其身后 如同魔神 背后 一只身高不过一米 生长三颗头鹿的魔源 安安静静地 呆立到原地 一股庞大的邪恶力量 在三头魔源的身体中 波动着 既然毁灭我的道统 那我就 先收回一点利息吧 三头抱怨 杀光他们 让他们尝尝 我天师宗的力量 天魔子 仰天长笑 向着正在 战斗之中的一个人一指 一声大火响起 似乎要 震落星辰一般 三头抱怨 矮小的身子 散发出了 如同山岳一般的气势 脚下狠狠地一蹬 正多山峰 直接从山顶 出现了一条条 粗壮的裂峰 前后不过五分钟 三头抱怨 一身是伤地 回到天魔子的身后 一人一尸 消失在丛林中 开始寻找下一处目标 半个月之后 一片安静的峡谷中 一条宽大清澈的河流 在山上砸落下来 冲刷出了一口巨大的深潭 峡谷很长 两边的河岸上 生长着一棵棵庞大的树木 遮天蔽日 一株株珍贵的灵药 在风中摇曳着 一只只拳头大小的暗金色蜜蜂 正在辛勤地踩着花粉 用来酿造花蜜 一根晶莹剔透的鱼线 已经垂落在这里 快大半个小时了 只是来来回回地 向着四周移动 此时北风的脸上 是纠结的 视线范围之内 北风看见的 零花一种 就不下上百株 而控制的鱼线 晃到了一圈之后 北风更是暗中择舌 奇花一草也难免太多了 要是只是这个程度 北风也不会如此纠结了 但现在 这一株株的奇花一草的等级 绝对不低 一株株灵药的药箱 宁为实质一般 带着一丝丝飘带 更有一些灵花 是主动地吞吐着天地灵气 一张一核之间 大量的天地灵气 呈现雾气 被灵花一国所吸收 此时北风只想大哭一场 什么叫做入宝山 而空手归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这么多珍惜的灵药 对于北风来说 足以让北风的修为 更上几层楼 而只是自己视线所及之处 就有这么多灵药 那么这一片地方 所拥有的灵药 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北风试探了半个小时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危险 视线所过之处 就连一头像样的妖手 都没有发现 西头 咱能不能够打一个商量 一百万的经验值 我先欠着怎么样 北风觉得 自己的脸皮越来越厚了 居然想和系统 打起白条来 丁 不接受宿主的商量 系统比北风 更加不会说话 直接就出眼抹杀了 北风的念头 北风的嘴角抽搐 从前都是自己 不会聊天 给别人难看 现在却轮到自己了 而这一次 可是让自己气得不轻啊 看见了却垂掉不上来 对于北风来说 那就是亏啊